魔道祖师 作者莫香同秀 第十九章 担心 十一 懵了好一阵 江城才喝倒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没有胡说 闭嘴 我的金丹 我的金丹 是豹山散人给你修复的 你怎么知道 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 没有 魏公子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过只字片语 我是亲眼看到的 撒谎 你怎么可能在场 当时山上只有我一个人 你根本不可能跟着我 我没有跟着你 我一开始就在那座山上 你撒谎 那你就听听我是不是在撒谎 你上山的时候 眼睛上蒙着一条黑布 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 再快到山顶的时候 经过一片石林 绕了将近半个时辰才绕过去 然后你听到了钟声 钟声把一片飞鸟都惊走了 你把树枝紧紧地握在手上 像握剑那样 等到钟声停下来的时候 有一把剑抵在你的心口 你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 命令你不许前进 你怎么 你马上停住了脚步 看上去很紧张 盈盈还有些激动 这个女子的声音压得很低 问你是何人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回答说 闭嘴 你回答说 你是藏色散人之子魏英 你说了家门覆灭 说了莲花物大乱 还说了你被华丹首温主流 化去了内丹 那个女子反复询问你一些 关于你父母的问题 当你回答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忽然闻到了一股香味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在那里 不光我在那里 魏公子也在那里 还有我的姐姐 文晴 或者说 在整座山上 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等你 江宗主 你以为那真是什么 爆山散人的隐居之地吗 魏公子他自己 根本不知道 要到哪儿去找这么个地方 他的母亲 也就是藏色散人 根本没有跟他透露过 任何师门的讯息 那座山 只不过是宜林的一座荒山罢了 你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那我的金丹 我的金丹 为什么会被修复呢 你的金丹 根本根本就没有被修复 他早就被温竹流彻底化掉了 你之所以会以为他修复 那是因为我的姐姐 齐山温是最好的医师温情 把魏公子的金丹 护出来 换给你了 换 换给我了 不错 你以为他为什么之后再也不用随便 为什么总是不配件出行 真的是因为什么年少轻狂吗 难道他真的那么喜欢别人明里暗里戳着他 说他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吗 只不过是因为他就算带着也没用 如果他配件去那些宴会或者夜列的场合 不免有人要以各种理由和他切磋较量 而他没了金丹 伶俐不知 一把出剑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撒谎 江城呆呆地站在原地 目光发绿嘴唇发颤 连紫电也忘了用 突然抛下随便 猛地朝温宁胸口击了一掌 温宁受到这一掌退了两步 把随便从地上捡起来 合入窍中 推回江城的胸口道 拿着 江城不由自主地接住那柄剑 没有动 而是六神无主地望向了魏无县那边 他不忘还好 一望之下 蓝旺鸡的目光让他周身发寒 如同坠入了冰窟 你拿着这把剑 去宴廷 去教场 去任何一个地方 叫你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来拔这把剑 你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拔得出来 就知道我有没有撒谎 江宗主 你这么一个好强的人 一辈子都在和人比 可知你原本是永远都比不过他的 闭嘴 江城一脚踹中温宁抓住了随便 跌跌撞撞朝阎厅的方向奔去 他边跑边吼 整个人状况疯了死的 温宁被他踢得撞到了庭院里的一棵树 慢慢站起来 忙转身去看另外的两个人 蓝望鸡的面容 毅力而苍白 神色却是冷峻至极 望了一叶云梦僵射的祠堂 把魏无羡的身体拖了拖 拖牢了 头也不回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魏无羡刚才说过 蓝湛我们走 温宁急忙跟上 随着他匆匆地掠过莲花雾的大门 到码头一看 来时所有的那批大大小小的船只 把人送到目的地后就各回各家了 码头前只剩下几只无人看管的老渡船 渡船又长又细 仿佛柳叶 可载七八人 两头微微翘起 两只船桨斜搁在船尾 蓝望鸡背着魏无羡 毫不犹豫地上船 温宁赶紧窜上了船尾 自觉地抓住船桨 板了两下 渡船平稳地飘出了树杖 不久之后 渡船便顺着江流 飘离了码头靠近江心 蓝望鸡让魏无羡靠在他身上 先给他喂了两颗丹药 确认他好好咽下去之后 才取出手帕 给他擦拭脸上的鲜血 忽然温宁紧张的声音传了过来 蓝公子 何事 方才温宁在江城面前的气势 已经毫无踪影 他硬着头皮道 请你暂时不要告诉魏公子 我把他剖摊的事情捅了出来 他很严厉地告诫过我 叫我绝对不能说出去 虽说恐怕瞒不了多久 但是 你放心 温宁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说死人并没有气可松 他诚挚地说 蓝公子 谢谢 蓝望鸡摇了摇头 似乎说不必 温宁却道 谢谢你当年在精灵台上 替我和我姐姐说过话 我一直都记得 可是 可是后来我失控了 真的抱歉 蓝望鸡没有回答 温宁又道 还要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照顾阿院 闻言 蓝望鸡微微地抬眸 温宁道 我还以为我们家的人都死了 一个没留 真没有想到阿院还活着 他跟我表哥二十多岁的时候 长得真像 他在树洞里躲得太久 发了高热 生病了 我知道 一定是因为病了 所以他小时候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我跟他聊了很久 他一直都在说你的事 还有卫公子的事 反正 没有说到我 你没有告诉他吗 没有 温宁转过身 背对身后的二位 一边卖力划船一边倒 他现在过得很好 知道太多其他的事 反而会让他没有现在这么好 迟早都是要知道的 是啊 迟早要知道的 就像卫公子和江宗主 一旦的事 他总不能瞒江宗主一辈子 迟早要知道的 夜色寂静 江流沉沉 忽然 蓝忘机道 抛丹 什么 抛丹 痛苦吗 如果我说不痛苦 蓝公子也不会相信吧 蓝忘机垂下了眼帘 淡如琉璃的眸子 凝视着魏无羡的脸 伸出了一只手 最终只是用指尖 在他的脸颊上 微不可查地摸缩了一下 我以为温晴会有办法 上山之前 我姐姐视作了很多麻醉类的药物 想解清抛丹的痛苦 但他后来发现 那些药物根本不管用 因为如果将精丹 抛出 分离体内的时候 这个人的状态是麻醉的 那这颗精丹也会受到影响 难以保证会不会消散 什么时候消散 所以说 所以说 扑丹的人一定要清醒才行 一定要清醒着 看着与灵脉相连的精丹 从身体里被剥离 感受着汹涌的灵力 渐渐的平息 平静 平庸 直到再也激昂不起来 直到变成一潭死水 好半想蓝忘机低哑的声音 才响了起来 一直醒着 两天一夜 一直醒着 当时你没有几成把握 五成左右 五成 五成 蓝忘机深吸了一口气 收紧了揽住魏无羡的那只手 手背的骨节已经发白 温宁道 毕竟此前从来没有人真的做过这种事 我姐姐虽然以前写过一篇关于一单的著作 但也只是做了一些设想罢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给她实验 所以设想也只是设想 前辈子 前辈们都说她这是异想天开 而且根本不实用 谁都知道 不可能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金单PO给别人的 因为这样的话 自己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一辈子都登不了顶 不上不下的废人 所以魏公子回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姐姐开始并不愿意 警告她 文章是文章 动手是动手 她只有不到一半的把握 可是魏公子一直死缠烂打 说五成也好 一半一半呢 就算不成功 他废了单也不愁没路可走 但是江宗主这个人不行 如果江宗主只能做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 他这辈子就完了 蓝望金宁视着魏无羡的脸 温宁回头看了一眼 忍不住道 蓝公子 你好像并没有很意外 你也知道这件事吗 我只是知道 他的灵力大抵是受损有益 但蓝望金却不知道真相竟然是如此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路可走的话 正在这时 蓝望金尖头歪着的那颗脑袋微微地动了一动 魏无羡的眼睛颤了颤 幽幽地转醒过来 我现在就这么说了 我现在在这种好优独的那种 应该是如果是否便宜的